把刚刚的这些动作全部做完之后呢 把它做出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把刚刚做的所有动作 变成VBA的程式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做的动作按下它 如果你前面的名单改过了 那黑名单也改过了 那我们只需要怎么样 按下它 它会转转转大概几秒钟 东西就出来了 那如果你又要更改的话你可以有个清楚 又可以重来 如果前面又更新了 再按下去 转转转 又出来了 所以其实以后呢 你如果这按钮的话还蛮方便的 所以你工作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 变一个按钮按下去 然后你也许剩下的东西你再去做 可能没有办法全部自动化 那你也许分阶段 那我要怎么样把刚刚这两个按钮把它完成 那首先的话我必须要把 刚刚的所有动作怎么样 录制聚集应该还有印象吗 那你要重新写也可以 不过我想你目前的功力应该没办法办到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录制聚集修改 那特别注意我做哪些动作 其实云端上面都有程式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的程式 我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注解 那你可以按照这个顺序 其实我们大概基本上 一是切到查询的那个工作表 二就放在B2 然后怎么样 就是把公式输入打勾 然后再来就做 反正就是按这些步骤 做完之后 其实这个注解是我把它打上去的 那我再把程式做修改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从头我先把名称复制一下 先把它清掉 假如说完全没有 那我要让它产生的话 该怎么做 建议呢 如果你要做刚刚动作的话 先彩排一下 熟练哦 如果你已经熟练 那确定一下什么呢 这边我先把它取消筛选 那恢复好了 然后这个可以不用删掉 因为等一下直接打勾就好了 你公式就不用重来了 那 记得一定要先从这边切 这个切的动作一定要做 因为如果你没有切过去 它不会帮你入那一行程式 ok 好那我们来 另外就是说那个黑名单的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你这个名称要先建立好 再来就开始 我们来试一试 比如说 一开发人员 录制聚齐 把名称打上去 好 黑名单筛选 按确定 好 ok 一 二的话呢 我们就是切到 所以它 点过去 它帮你录一行程式好像是什么 序齿 就是序齿工作表物件 名称叫查询名单 电视类程 ok 第二个的话呢 游标放在 B2 里面 不特别注意哦 你现在已经在这边 你现在点 它不会帮你录 所以这个就NG了 应该要游标放外面 那怎么办 好 NG 重来 游标请你先放旁 不然因为你点不到这边的话 它已经在那里 它就不会帮你录那一行 叫 RANCH 什么呢 刮虎 B2.16 当然如果你以后入手了 以后 没关系 你以后再补那一行 可不可以 只是说 我们先讲那种 好 再来一次 NG 所以有时候 录错一定要知道哪里错 是要改一下 按确定 一样的名称盖过去 一先切过来 二 游标放这边 到了 三打个勾 四向下填满 如果有没关系 盖过就好了 五 游标再放B1 做筛选 把什么东西筛选出来 把1的部分筛选出来 游标再放在A2 记得 选取请你不要用滑鼠 一定要记得那个快速键 因为你用滑鼠的话 它那个选出来的结果会有问题 录下来的巨集 会不能用 所以特别之于 录制巨集 还有个技巧 一定要用快速键 所以你要向下选取的话 一定是什么 Ctrl Shift 向下 OK 这样才可以 不然的话 你用滑鼠点 录一堆奇怪的东西 不能用的 Ctrl C 复制的话 我直接用Ctrl C 然后再切到查询结果 所以它会录一行叫 Shit 查询结果.slate 然后再 点这边一下 它就帮你range A1.slate 然后就把它贴上去了 好 大功告成 我们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停止录制 好 你不要有多余的动作 因为多余的动作 以后会多做一些东西 再来清除的话 就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 录制巨集 游标先不要放这边 因为等一下我要点这边 所以录制巨集 这个巨集名称叫清除 所以我这边把它打个清除 然后呢 确定 怎么清呢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清楚了 OK 就这样而已 然后呢 停止 好 最后做两个按钮 你就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边我看一下 指定巨集 它 指定巨集 是它 那我看一下 OK 如果OK的话 那恭喜你 成功 清楚 成功 不过呢 或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画面是怎么一回事 有没有 其实就是因为它切过去 那你点的那个地方 它正在run 所以它那个画面来不及更新 所以会有好像坏掉的那个情况 所以呢 如果说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看起来 虽然也对 但是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要 让那个画面 变得那乱乱的方法 有没有 当然有 也是 一行程式就搞定 那一行程式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也不难记 那怎么修改呢 其实 只要怎么样 就是到这边指定去把这个编辑一下 其实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录下来了 我习惯把它删掉 其实就自己拿 我习惯是在上面 自己再加注解 那个注解 是自己打上去的 只要在前面加单引号就可以 如果说你希望呢 画面更新不要出现的话 你只要记得 画面更新是由 那个VBA Excel管的 所以 Excel呢 在VBA里面 那个物件 是一个物件的名称 叫Application APP 其实就是应用程式 就这个单字 Application 其实VBA 那个A就是Application OK 点一下 这个Application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最大 它是所有物件里面的老大 因为它就是Excel 它去管什么呢 管一个画面更新 画面更新的英文单字 画面是什么 就是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Screen 打一个S 对 应该 其实我也是用猜的 我刚才也是用猜的 试试看 对 后来 画面更新 是开关 所以等于 它就一个开 True就是 打开 Force就关 所以我们要不要更新 对 因为刚刚是 就一边跑边更新 所以边跑边更新 造成就怎么样 就是说 它那个残影 因为你一边更新 可是来不及 里面又要运算 然后画面又要更新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Force就好了 搞定 但是记得 请你在End Sub上面 记得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 等于什么 等于True 因为你不能把它整个关掉 因为关掉以后的话 如果以后要更新 要画面更新的地方 都不会更新 那会造成Excel 有些地方该出来的画面 都不出来 所以记得 头先关掉 位打开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 试试看好了 因为刚刚 这个效果 我们也不确定 会不会OK 刚刚是有那个残影 对不对 现在会不会有残影 试一下 按下去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残影会出现吗 不会出现 资料有没有过来 有过来 有没有 是不是偶然 再试一下 会不会坏掉 没有坏掉 还蛮稳的 有没有 而且感觉会 就还蛮顺畅的 所以其实只要一行程式 真的不难 有些东西其实我觉得VBA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一个概念 什么物件 它负责什么事情 那你找对物件 找到它里面的某一个功能 去把它开关 打开或关闭 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个我想也是 物件使用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这有概念以后 即便我没讲过 你也可以去VBA里面查 其实里面它有相关的查询 官方资料 最简单的方法 我不知道各位 我没有跟各位讲过 游标放上面做什么 F1 它就会跳出 官方版的APP 这个物件的所有说明 很奇怪 之前是英文的 现在好像又变中文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这里面的东西 有些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不过对各位来说 这有点深色 但有时候没事你看一下 反正也许刚开始看不懂 慢慢看也许越来越看得懂 所以哪一天突然就全部都看懂 这些东西你不要把它当成是 一个小说散文来阅读 因为它里面文字不通 你充其量它就是一个字典 或者词典 你就是词典跟字典 应该要略看就可以了 看重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说 把里面都 你大概慢慢摸索 这个我想是一个途径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 就是把这两个按钮做出来 记得录制的技巧 那个刚刚我讲 我有NG过 OK 那所以你游标一定要先放外面 不要直接放这边 如果你放这边没关系 你就再补上那一行就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 录制聚集的一些技巧 那并且我们要多补充了一个 画面更新关闭的一个技巧 这样子的话我想应该就 可以蛮完整的 因为尽量 你们可以把这些技巧都学会的话 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再往上爬 再进阶 因为这东西其实 需要记需要学的还蛮多的 不过如果你可以把这些技巧 用在工作上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重复的东西录下来改一下就好 画面不要更新就是 Application Dance Screen Updating 等于Force OK 试一下 好 好 好